师尊看过紧密之后却说紧密是将死之人 选神震惊 恳求师尊帮紧密度劫 师尊赞给紧密一点凡香帮助紧密度劫 紧密趁机求师尊救自己朋友肉肉 师尊点话肉肉 告诉紧密他们会很快相见 紧密解除封印后 他的修为进步得很快 使神向天地奏紧让紧密为脸先搬 而魔戒这边却出现变故 魔戒人马为了争夺地盘在望穿大战 旭凤主动行战却魔戒镇压 旭凤走之前来花戒向紧密辞行 封神灵就觉得旭凤光明磊落 对紧密也用截很深 如果他不是天后的儿子 和紧密在一起也是两配 后来紧密被天地分为上千 天地看着殿中的紧密 想想他跟江花镇紫分之前相恋时所说的誓言 想让紧密继承紫分的花臣之位 却遭到天后和太上老君的反对 随即千子也向陛下洗奏 今日天相一长 六界圣灵将会有灾祸降灵 这一切皆是因为紧密 需要紧密下凡礼节 天后陈吉让元吉仙子给其安排凡人最苦的秘术 还要趁紧密下凡要诛杀紧密 旭凤从魔界回来之后 知道了天后的阴谋 也跟着紧密下凡力竭去了 紧密和旭凤虽然要经历三十六月恋 但他们的结局还是圆满的 旭凤成为魔孙后跟紧密成婚了 婚后两人生了一个儿子 润玉来魔界看望紧密 含列祝福紧密要幸福 紧密在润玉临走的时候祝福润玉 明夜要见